這次我們來測試一下 就是如何快速又安全的 將HiveOS的USB轉到SSD 那因為我一台礦機好像不是很穩 那我不確定是不是那個USB點的關係 那我剛剛將一個SSD 一樣是32G備份的 就是很久以前的那個沒有在用的 插上那個礦機 那我們依照那個HiveOS的說明來操作 看可不可以一次就成功呢 開始 好到這邊來 它有說這邊有些指令就是說 如果將你的東西轉到USB轉到SSD 為什麼叫SSD 不管 好那我們第一個步驟的話就是 你要偵測到你的那個SSD 那你使用的comment是Fdisk-L 應該是L OK 然後我們回到這邊礦機 那如果到那邊呢 我們就要去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點這個IP 我們直接進來 然後打USER 然後密碼是E 進來 進來之後呢 我們剛剛已經Ctrl-C了 那Ctrl-V 不行 好 那我們再做一次 我們再做一次 指令說明在這裡 OK 再做一次 Ctrl-C 那我就貼到 加一個分頁好了 好 再把4的貼進來 回到剛剛這一個 好 Ctrl-V 不行 直接打 應該要可以才對說 Fdisk 然後 我來這裡看一下 空一個-L OK 空一個-L OK 空一個-L Enter 好 它有找到這個資訊 我們看一下 sda-disk 反正它絕對不會BOMET自己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管 我們第二個步驟就是 去做一個移轉 好 做一個移轉的話 我們就是Copy這個部分 就是將那個 USB 直接移轉到SSD 那我們直接把它Copy過來 看一下 Copy的步驟 Ctrl 複製 好 我不要用C號 直接用選複製 然後呢 回到這裡來 我們Ctrl-V 不行 用貼的 好 竟然要這樣子做 真是 奇怪 按Enter 開始動作了 OK 好 那經過系統一陣努力之後呢 它看起來似乎拷貝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關機啦 那關機的動作就跟平常一樣 我們看一下官方的說明是什麼 官方的說明是 Shutdown-RNow OK 為什麼要R?我以前都沒用R耶 好 那我就一樣造作好了 OK Shutdown-RNow 再看一下 OK OK 可能是立刻吧 關機 等一下我們來開機看看 OK 好 那現在我們重新開機 已經成功了 那我們看一下現在裝置是 什麼 喔 現在裝置就是SSD 那重新開機之後 我覺得它剛剛的指令不太好 我們直接用Shutdown 那DashR不要打 然後直接打Shutdown Now 它就關機了 因為我照那個指令操作之後 它重新開機 它就直接跑到這個畫面 OK 你沒有時間去移除USB疊 所以剛剛強制關機 又重新開機 好 那我們現在移除那個 唯物模式解除 然後按應用 然後呢 因為它這邊沒有抓到顯卡 OK 那我們現在就 就如何呢 我們就重新開機 再一次 為什麼沒有抓到顯卡 升起 重啟 重啟 OK 我們重新啟動之後呢 1 2 3 4 原來5張顯卡已經抓到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解除維護模式 DISABLE 應用 然後我們來挖看 開挖 然後一樣我們進入那個 遠端 User 1 OK 應該是正常 OK 開始挖礦了 OK 所以這次的移轉操作成功 可以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如果你想將你的USB移到SSD的話 也可以這樣子做 好 謝謝各位